今天中午吃鲰鱼啊剩下的 买了这把枪心心念念的要回来 你这样对我生气了 生气了 没给他买枪 外婆不是给你买了一把枪吗 对快去 你不是有个购物车吗 给姑姑看一下 这样生气啊 这样生气 我还是你姑姑妈 是 外婆不是买了枪吗 不能这样走 你叫姑姑妈 那你要叫我姑姑了 就要叫 那我就是说那个妹妹的姑姑了 那你叫一下呀 那你叫啊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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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 我下次帮你买哈 好吧 不生气了啊 一回来就生气 你干嘛 谁让你给他们给哥哥买枪 不给我买枪哈 我想听啊 大年小年一起 在这五年 抓了几只鸭子 抓你 抓不到啊 给我养个鸭子 有 听见了没有 不要脸 老爸说你不要脸 我买了三只老鸭 买了我书的 虽说是吃鸭子 但是养了好久 还有带着 来过来看 你们看这家小鸭子 好老的啊 又种五六斤 莫莫 放大看这是鸭子 你要不要前天叫鸭子 被你扔得多 这三只鸭子是前天是吃鸭子 后来是剩下来的 然后就改为吃木杂鸭了 好久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绿头鸭 绿的防光呢 平均下来五斤多一斤 三只鸭十六斤 超高感 超高感 嗯 请这个看一下啊 这是我老爸改装的 这个我上小学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 我家做了个水管 现在没做了啊 紧圈 紧圈 对 然后放在家里面放了好多年 现在平均下来改装成了一个小刀台 之前是买一个刀台全烧烂了 烧烂了两个 是底下过来烧烂了就买了两个木 一个 你一个烧再来呢 第一个 哦 烧不来呢 这个传统手艺啊 兄弟们 上小学的时候 我跟我老爸 啊 经常第一件事就要做这个 上午做七个还是八个手机 哦 半晚的时候又要做七八个手机 一天做十几个手机 那时候一天这个水机可以 挣百来块钱的 也不错 那时候二十年级 那你为什么不继续做了 后来有机器了 老爸那时候都信心见见想买机器 四万多老妈没让他买 哎 帮我看拔鸭毛 拔毛喽 拔鸭毛喽 拔鸭毛喽 你的外面多佳呀 鸭鸭炖豆腐 嗯 好吃 一锅炖 上道具 老母鸡 哈哈 你要说不是老姐做的 睡了 睡了 你把它放开 一锅一锅 放下来 吃饭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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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鸡 你上午吃牌子嘛 吃汤是吧 哦 这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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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倒给你了好不好 你别摔了哈 金鸡 现在这个灶台啊 差不多就做好了 弄几口装 这样一弄就可以了 马上大功告成了哈 用这个废旧的铁桶做成一个非常啊非常好的一个灶台 灶台做好喽 就这样 睡一掌口 看着他服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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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